前陣子的排黑條款吵的是沸沸揚揚啊 但是對於什麼是黑 大家還是眾說紛紜 有些人認為 稍微灰一點就是黑 畢竟他不是白馬 有些人認為要全黑才算黑 但是對台灣的黑社會 大多數的人可能都不太了解 好像說的我很了解一樣 我們透過書籍還有論文之類的才發現 原來有這麼多不同的黑勢力喔 那今天就來簡單介紹一下 這些存在中華民國的黑勢力 我們從歷史的時間順序來說 今天先介紹歷史比較悠久的鴻門跟青邦 不過因為資料有段時間了 現況也可能有點變了 還請大家多多擔待啊 相信有大大比我們更懂啊 歡迎在留言區補充一下 讓大家知道這段不為人知的歷史吧 左腳反腹右腳欽民 合起來就是大膩不到的反青腹民 聽到這個有點年紀的朋友應該就知道 我們要介紹的是最有傳奇色彩的 鴻門天地會 鴻門原稱天地會 後來改名為鴻門會 这个清朝的主要秘密结社 活动大多在华南 又以福建 广东 湖广这些地方 为他们主要的聚集地 关于他们是怎么出现的 只能说是众说纷纭啊 有人说是郑成功创的 有人说是平生不是陈靖南 变称英雄也往南的陈靖南 也就是历史上的陈永华所创的 现在的鸿门也还会尊永华哥为祖师啊 每年也都还会有祭祀的活动哦 用一拜天为父 二拜地为母 简称天父地母 历史反清父名 所以叫做天地会 那至于为什么叫鸿门呢 因为明太族的年号是鸿武 鸿武的家门视为鸿门 底下主要有歌老会 三合会 志工堂等三大分支 而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 就是鸿门志工堂的哦 想办法我们的国父也是个黑帮啊 那我们就先来说歌老会 歌老会是真国凡 平定太平天国以后 怕是被我们的皇上猜忌啊 于是一些人被改编为长江水师 大量的乡军也被遣散 不论哪个时代 裁军都是非常危险的 弄不好军人马上窝里返给你看 当然那个时候也是一样的 有很多人心生不满 反而加入了反清的天地会 在乡属一带活动四处浪迹天涯 而行侠仗义这个行为被称为歌老 歌老是四川的方言 是指赌徒或是结拜的流氓 再来是三合会 相信香港的朋友们应该对三合会不太陌生吧 三合会的起源是1840年 鸦片战争以后 广州佛山赵庆地区传出了有活动 参与红兵的反清起义 1854年各个三合会的社团在佛山赵庆起义 但被梁广总督燕明称给镇压 三年后广州被英法联军给占领了 原本被镇压的这些朋友们觉得 机会来了 就趁机正式加入鸿门 因为广东地区的北疆 西疆 东疆的三疆聚集 有称三合河水万年流 低头引进三合水 简单来说三合会就是三疆的精英 讲起来好像有点中二 所以在地称为三合会 三合会也代表三财向和 就是人参与天地之间 其实就是天地会会友的代号 现在有部分的三合会 转变成黑社会组织 但现在在香港会说自己是三合会的会友 很有可能会被抓起来就是了 至于为什么呢 就有请香港的朋友回答一下了 最后是志工堂 志工堂原称为红顺堂 1848年在旧金山创立 到了50年后 也就是1898年 在旧金山市政府注册 非牟利的工艺团体排照时 为了避免被清廷的公使抗议 而改名为志工堂 志工堂的主要功能是维系铁路功能 还有韬金业矿工的谋生权益 后来组织发展迅速 志工堂沿着铁路的路线发展 南北美洲的各大城市都有分堂 而志工堂的总分堂就设在纽约 而我们的国父孙中山 当初到了檀香山 投靠他大哥孙梅 也受到志工堂不少的照顾哦 像是在1904年的5月 孙哥从檀香山到达旧金山市 居然被保皇会给告发了 海关说他是清廷的清犯 把他给抓了起来 但是好家在鸿门遍及南北美洲 只要是鸿门出手就可以保孙哥周全 但唯一的条件是 孙哥必须是鸿门的会员 由于孙哥的反清复明志向 由于孙哥的反清志向 跟鸿门的宗旨一样 所以志工堂才得以伸出援手 感恩的是志工堂请进了财力 甚至是把堂产都给压上了 请华府的律师解救同门 17天以后我们的孙哥获得了释放 鸿门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 其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参与了非常多重要事件 在清岭时期的台湾 发生了朱衣贵 云爽文 还有戴朝春事件 其实都跟鸿门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当时的社会跟政治 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鸿门也如同前面所说 支持我们的国父革命 成为了革命党的重要力量 在辛亥革命期间 提供了重要的资源 对推翻清朝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但后来被我们的孙哥摆了一道 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鸿门因为他的革命性质 以及他的神秘色彩 在国府来台湾了以后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都没有获得公开的合法地位 直到铁岩以后 1989年 各鸿门三堂组成了 中华民国社会事业建设促进会 开始跟外界交流 但当时的鸿门两个字 还是没有被公开允许使用 一直到2004年 鸿门南华三堂 在我们的内政部成功登记成立 财团法人国际鸿门中华民国总会 终于获得了法人的地位 成为了一般的民间团体 意味着对我们中华民国历史 有着诸多贡献的鸿门 正式获得了合法的地位 让鸿门能在台湾社会 合法的运作跟发展 从此以后 鸿门就有了更多机会参与社会事务 可以说是游暗转名了 接下来我们来讲清邦 跟鸿门有一个一样的信念 那就是反对大清政府 它的源起也是众说分明 他们的成员大多于清不过头 自己来讲一个有趣的说法 据说在清庸正四年 那个时候是盗贼士起 朝廷走水路运送粮食 但沿途有劫匪 各条江河的水性又不一样 凭着这些官员实在是运不出去 所以只好贴出了黄榜 想要招募水路的能人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时鸿门有一个帅哥叫翁德慧 他想到正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既然打不过只好加入 为了完成反清的大业 于是他们想要反千计 假装接黄榜归顺朝廷 成立组织来收集朝廷的情报 募集资金来反清复明 用你的钱你的资源来打你自己 跟我们在做的事很像 于是他跟前德政潘德林成立了安清邦 三个人对外宣称是罗主的狂热粉丝啊 那这个罗主是谁呢 当时的罗教可以说是非常火啊 会堂遍布大江南北 信众以运河的水手为主 罗教的祖师爷就是罗主 所以他们用罗教的名义成立了清邦 主张要替天行道代法修行 由于他们发展得太好了 到了乾隆年间 清邦就被朝廷视为一种威胁了 并在1768年摧毁了罗教的寺庙 并且开始了大规模的收补行动 让清邦只能转下地下活动 但你知道的 官方越是封禁 他们的活动就越厉害 随着19世纪的清廷是越来越不行了 社会长期动荡不安 但运河航运输受到了严重破坏后没落 导致了这些水手只能另寻他路 好维持自己的生计 要不然就是加入太平天国或是免军 不然就是转移到海岸 加入走私沿贸易 因为地缘的关系 而且创邦元老跟鸿门很有源源 所以鸿门跟清邦常常被混淆 不过仔细分的话 还是可以分出区别哦 有一句话是拿来形容 这两个组织的不同之处 清邦一条线 鸿门一大片 意思就是 清邦是以师徒传承的手法来扩大组织 路邦的规矩比鸿门严格 也更具有神秘的色彩 比较有传承的味道在 戴笠也曾经利用这一脉相传的特性 在清邦发展情报组织 但这也导致戴笠过世了以后来不及传承 让国民政府在情报这块事落后了很多 不过也因为这些不同 清邦有一段时间被认为是鸿门的叛徒 鸿门有一句话说 由清转红挂采披红 由红转清剥皮抽筋 不过身为同一阵线的伙伴 基本上还是要维持清红一家的说法 邦里面有一句口诀 但见金盆开花不闻清红分家 清末革命浪潮兴起 清红两邦正式放下一切的借地 握手和解一致反清 清邦作为清朝末年 最为知名跟活跃的地下组织之一 历史上的资料也很是精彩啊 他们公开支持革命活动 在20世纪的早期到中期 中国的社会跟政治活动里面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许多革命党成员提供帮助 清邦对革命党来说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清邦在地狱性的组织 还有官民势力里面非常有影响力 提供革命伙伴实际的支持跟资源 在宣传跟动员方面也十分凶猛 把革命理念传达给了更多人 扩大了革命的力量 在这一个时期 很多清邦成员愿意参与革命 加入了革命党或是提供情报及资源 他们对于推翻满清 实现民主跟近代化的理念有所共鸣 因而成为了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清邦从民国成立到抗战期间 都还是民间最大的帮派之一 不过他们在这段时期基本上都是在上海活动 是当时中国社会犯罪组织里面的重要一环 清邦后来被国民党的蒋介石 雇用来打击工会集会 还有工人罢工的行动 并参与国共内战 也是蒋哥的主要财政支持者 这时期发生了宋教人的刺杀案 据传也是当时清邦的领导人 以及袁世凯一手策划第一 但真相之今还是个名就是了 随着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崩溃 清邦的势力在大陆也逐渐视为 在政权更换的动荡时期 清邦在国共内战的背景下 碰到了很多挑战 后来他们决定离开上海 辗转到了香港跟台湾 在香港的清邦还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活动 不过当时香港社会 也已经有一定的寄存势力在了 所以清邦加入以后 也兴起了一阵心风血雨啊 至于清邦在台湾的发展 则是转向了我们的海军 因为有很多人已经在海军里面 占有一席之地了 所以现在他们在台湾 多活跃在海军跟军火上之间 当时黄花岗的72列室里面 其实也有很多清邦成员 在民国创立以后 这个原本势力庞大 而且建国有功的组织逐渐视为 最重要的原因是 我们蒋哥刻意打压 那至于为什么呢 有些人说蒋哥对于清邦刻意打压 有一定的原因 是在民初军阀歌剧政局混乱的时候 蒋哥基于上海清邦的势力 想要把他们掌握成自己的势力 甚至找了清邦师傅败入门下 但是他犯下了一个错误 败了一位空子 空子就是不具清邦身份的人 却谎报自己是邦里面的人 这让蒋哥非常尴尬 为了保留颜面来到台湾以后 蒋哥资质不提清邦 也要求清邦成员不能说 掩盖自己当年拜错师的糗事 这导致清邦逐渐示威 成为黑历史 让人不禁感叹 但其实清邦跟蒋哥的恩怨 还不止这一桩的事了 在抗战时期 上海清邦的领袖杜月笙 为了挺我们的蒋哥 出钱处理是毫无保留的贡献 可是这份无私的贡献 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感谢 换来的是我们蒋哥的戒心 以及无情的打压 让杜哥这位原本刺杀风铃的清邦领袖 晚年抑郁而终 他感叹着说 蒋介石哪有当夜狐 用过了就塞到床底下 这段夜狐论就这样成为历史上的经典 蒋哥的打压 让清邦在台湾的影响逐渐衰落 而后来成立的中华安清会 想要用社团取代邦会之名 希望从政民族精神四为八得 所以开始参与社会事务 以复兴中华文化 发挥民族精神为己任 希望让中义之士 能够充满在这个社会上 导致现在因为功利熏心的社会 真的是非常宏大的理想 也祝他们成功 今天讲的是鸿门跟清邦 他们在历史的长河里面 有着耀眼夺目的色彩 但他们在现代相对低调啊 不像过去那么引人注目 随着时代的变迁 他们的角色跟活动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现在的鸿门跟清邦在很大程度上 远离了过去暴力跟非法活动 转向更多的社区服务 公益事业跟文化传承 他们用合法的方式来参与社会事务 并积极跟政府合作 为社会付出 在这方面 他们也不再像是过去那样 被视为黑社会组织 而更像是一般的民间公益团体 但因为历史的原因 还有他们的特殊性 他们在一些地区 还是会受到观察跟监控 当然这些组织 也有内部的规章制度 以确保他们的活动 是合法 而且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 也因此 虽然现代他们相对低调 但还是在我们中华民国境内 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 下集我们会聊 中华民国的其他黑帮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有能力的话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 或是按下超级感谢 支持我们产出更多的内容吧 我的学习笔记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